Dire친 文倩的世界周报主持人 陈文倩在结束棚内拍摄之后 全体节目工作同人 共同庆祝 文倩的世界周报播出满15周年 我今天最大的骄傲 是我把我15年前的衣服穿在身上 第一个它没有破 第二个它没有救 第三个派对它的典雅依旧 然后我把它穿来了 车上和15年前开播时 同一件的条文套装 历经15年 文倩的世界周报 累计大批粉丝 也成为全台 甚至全亚洲 最具规模 也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新闻节目 我15年前的时候 47岁 我那时候觉得 人到60岁 谁要看你啊 你早上应该电视 一定会被你淘汰 就到现在电视台 也不淘汰我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观众留言 在我们的 世界周报的Facebook上说 再来15年 他们想过 再来15年 我77岁耶 小说连自己也没注意 竟然播就播了15年 自身媒体人 陈文切也趁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 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我自己觉得这15年 对我说 我是读了三个博士学位 第一个博士学位 就是人生的博士学位 原来你的人生 可以让自己这么有价值 第二个博士学位 是国际政治 以及人性的学位 第三个博士学位 就是让我知道 即使你作为一个 收视率很高的一个节目 你不可以放弃你的理念 就算罹患肺腺癌 也舍不得请假 15年来只请假两次 完成许多创举 曾把巴黎大皇宫当摄影棚 还直接在法国巴黎 Coco Chanel故居录节目 凭借着对节目 对新闻的热忱 文切的世界周报 不满15年 更成为新闻界 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 解台北综合报道 接着报道